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关心引发驱逐低端人口争议的 北京市大兴区大火调查报告 今天公布 认定有15人要对这件事情来负责 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检方也批准将他们逮捕归案 2017年11月18日 北京市大兴区西洪门镇的巨幅园公寓 发生大火 造成19人死亡 8人受伤 事后北京当局却以拆除为鉴 以及消除安全隐忧为由 在全市大局展开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 引起强烈的反弹以及争议 北京区离低端人口的风波未袭 昨天大兴区大火调查报告出炉 在查问过300多名相关人员 并搜集查阅2000多份的资料 在经过专家论证以及鉴定之后 认定此案是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调查报告指出起火建筑及生产经营 储存住宿于一体 违法建设违规施工违规出租 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事发时冷冻库压缩机的供电电缆 因为故障造成短路 引燃周围的液染材料 造成易氧化碳等毒害烟雾 造成伤亡 此外 案发地西红门镇相关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工商部门对辖区内的非法经营行为查处不利 则是事发的间接原因 在究责的部分 调查报告指出 有15个人必须要对事件负责 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 检方也已经批准逮捕 北京市安全监管局 并对在当地营运的北京康特木业等三家业者 共刻以人民币960万的罚款 此外 中共北京市纪委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 则给予大兴区官员杜志勇 李强等21人党纪政务处分 对大兴区委 大兴区政府党组织进行通报究责 并责令自我书面检查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视镜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